下个星期二起 超过1000人出席的大型活动将不受场地容量的限制 有活动策划公司陆续收到来自顾客的询问 要求将活动人数增加到1000人以上 需求虽然强劲 但人力短缺和成本上涨 却为活动策划带来了不少挑战 来看记者谢欣灵的报道 昔日热闹的大型公司晚宴即将能恢复举办 这家活动策划公司在疫情前会为企业举办500到2500人的宴会 如今能恢复举办大型活动 业者表示目前已有大约三成的顾客 要求将活动人数调整到1000人以上 但人力短缺问题使活动策划成本上涨10%到15% set up那个bank中的 就很多那种set up all EV equipment的 因为就是很多外国的员工好像从马来西亚来的 他们都回国了 我们就得聘请新加坡的员工 那个费用也自然的也会提升 这个提升价钱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的顾客得要接受 新加坡会议展览主办商和供应商协会指出 大型会长活动领域在2019年有大约34000名职员 在疫情的冲击下 预计有一到两成的员工已离职或转行 为应付接下来的需求 特别是9月份以后的高峰期 企业在短期内可考虑提供灵活工作安排 以吸引更多人加入行业 解决人力短缺的棘手问题 且会接下来也将继续同理工学院和大学合作 吸引年轻本地人才加入这个领域 先传媒新闻记者谢心灵报道